第十二题 加热过程中 哪个过程所吸收的热量最多 我们晓得液态水的比热是1 已经比一般的物质要大了 但是呢 比热1只代表温度上升1度C 只要吸收1卡的热量 可是水的气化热却是每公克540卡 远远超过我们水的比热 所以我们就知道 水在气化的时候 沸腾的时候 他所吸收的热量是比较多的 而我们的株1这个阶段 就是我们的水在气化沸腾的时候 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 哪个过程中所吸收的热量最多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 株至1的过程